本期内容 一场持续数月的欠心 家政新秀 竟面临信用危机 遍布全国的集体的欠心事件了 数次信誓旦旦的承诺 频频违约 致员工声讨不断 一直这样的忽悠我们 公司上下流言四起 究竟是决策者的无奈之举 还是精心设计的拖延之战 被欠心的管家律师来了 即将播出 我们节目开播至今 会有很多人 把他们的烦恼和困境 通过电话 信件 邮件 告诉我们 而最近有这么几封求助信 让我们是格外的关注 因为几位写信者 有着同一个烦恼 而他们都提到了同一家公司 那么到底这些烦恼是什么 而他们与公司之间 又有着怎样 纠缠不清 又难以割舍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 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2020年3月20日 律师来了栏目组 收到多封求助信 信中控诉的对象 都是一家名叫管家帮的公司 大幅度的拖欠就是从19年6月份 公司还是经营出问题了嘛 据求助人反映 由于职位工作性质的不同 他们被拖欠的工资 数额也不等 少则几千元 多则几十万元 截至2020年5月 薪资拖欠10日 已长达11个月 家里边都需要花钱呀 好像觉得天都塌下来 记者了解到 管家帮是一家注册资金 唯一千万元人民币的 家庭服务公司 据求助人介绍 公司所招收的家政服务人员 是在社会上招收的学员 通过管家帮系统的培训后上岗 马惠芳所在的部门 就是公司的招工部 他的工作 也就是负责招收这些学员 来公司学习 并从中提取佣金 做的工作就是 招工嘛 招阿姨 保姆 月少 育儿 马惠芳说 因为他从前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尽管才到管家帮公司不久 但这份工作对他来说 一点都不难 甚至是得心应手 因为业绩一直做得比较好 如果能发工资的话 那个工作也挺好的 提起欠心 许多员工反映 公司多次承诺要罚工资 但始终都没能兑现 副总就告诉我们说 就是年就年强 就不可能就让大家就穷着回去的 当时他没有兑现诺言 就是好多员工都失望了 希望 失望 周而复始 绝大多数员工都非常心寒 马惠芳也一样 他觉得他等不到老板兑现承诺 家里生活需要开支 他只能另寻他法 我现在就在家自己 就是摸索着做生意 自己的配方 自己裸压货 压脖 压头 压吃 压身 手果这些 就压身上的东西 就做一些这些小买卖 尽管这份工比从前更辛苦 但却让马惠芳十分心安 因为他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拿不到工资了 当你在没有道路可走的时候 自己就去想办法 开辟一条阳光道道出来走吧 公司欠马惠芳两万多元的薪水 在被欠薪的员工当中 数额不算是最大的 那些被欠薪几十万元的员工 几乎更是进退两难 甚至有一些打击更大的 不仅仅是薪酬被欠 还让自己对工作的信念 开始有所动摇 岳飞飞就是这样的人 没有想到就是一直拖浅 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真的实在就没有办法 岳飞飞来自河北农村 2019年她刚刚大学毕业 在管家帮担任结算专员 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 她是从大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我的父亲就在一个厂子里边工作 我的母亲是在家里种地 我小的时候就想来北京 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因为我们那儿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 本想有份稳定的工作 每月可以往家里寄钱 但却事与愿违 才干了几个月就遭遇了欠薪 岳飞飞说 她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工作了这么多个月 就一直花着家里的钱 就也想着帮父母多住一点 现在被欠薪的员工 都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有的人觉得要么就继续干 或许还可以更快拿到工资 而有的人却觉得 不如直接离职另寻出路 但这样做却又拿不着欠薪的可能 那么他们最终还能否要回工资 很多企业都在强调 要把企业当作家 要一荣俱荣共同进退 而一开始呢 我们的小月和马女士 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都努力工作 希望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好好干 但是慢慢地 这份信念开始动摇了 不断地承诺 但总是化为泡影 他们不太确定 公司还把他们当作家人吗 在纠结犹豫之时 忽然欠薪这事儿有转机了 公司拿出一份协议 上面说可以在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分批次地发放欠薪 但是要签这份协议 有一个前提条件 你得声明放弃之后 所有的仲裁和诉讼的权利 那到底马女士 岳女士 该不该签署这份协议 他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今天他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法为神末 助为初心 律师来了 现在开场 有请求助人 马慧芳 岳飞飞 我叫马慧芳 我叫岳飞飞 我们来自北京 今天来是想要拿回我们的工资 我承诺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二位好 阿姐你好 小岳你好 希望可以帮助二位 来 你们看你们的律师来了 张忠李律师 职业九年 李学宁律师 职业七年 周旭亮律师 职业十年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三位 愿意为本案公益代理的律师 每位律师身边有三盏信心指数灯 点亮其中的一二三盏 分别代表他们对案件信心较弱 信心一般和信心满马 求助人可以去此参考选择律师 最终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 也将赢得舞台中央的奖杯 现场还设置了由观察员 慈善机构代表和人际律师 共同组成的助力联盟 为求助人出谋划策 本期助力联盟观察员有 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征 总台央广记者孙莹 人气律师有王明玲 张灵霄 慈善机构代表有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援助计划补利监 提到一份分期付款的 支付欠薪的协议 二位有看到这个协议 看到过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份欠薪的分期付款协议 来 请看 有约定说甲方和乙方 同意分三次支付上述 还未发的工资 而且双方自愿放弃追索的权利 包括诉讼和仲裁 你们签了没有 没签 都没签 对 他们还是一直就 承诺一直忽悠吧 就是看到第七条 然后让我放弃维权 和仲裁的权利 觉得不太合理 我压根就没有看到过 不知道 对 这样的一份协议在法律上 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评价 它有问题吗 有问题 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工资应当是及时足额支付 不能随意分析 它只有两种意外情况 第一种 它是遇到不可抗力 第二种情况 那是因为公司经营确实困难 符合省级劳动保障部门的规定 另外呢 诉讼和仲裁的救济权 不应任何合同约定的形式 所能够放弃 所以这个分期协议肯定是无效的 所以幸亏啊 二位没有签这个协议 有没有您知道 签了的同事和工友 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签了也没有拿到 哪怕是签了这份不合理的协议 但依旧没能够拿到 约定好的给付的欠薪 对 二位都是从几月份开始 就没有拿到工资了 因为我入职比较晚 我是9月23号入职的 到现在就给我发了10月份的工资 从19年的9月份 到现在20年的5月份 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对 10月份的工资 因为年前有很多阿姨学习 没有钱支付 就是贷款 10月份的工资 给我发的理由就是 公司当时说你打电话吹回款 吹回来的回款够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就给你发 小月呢 你那边是什么 我是从18年10月30号 然后到这公司实习 实习了8个月 然后7月1号转证 然后她扒了6月跟7月 是因为我要还助学贷款 然后就是我的领导告诉我 要让我出去那个助学贷款 那个证明 然后她就能帮我去申请工资 听着好变的 工资为什么她要去申请呢 她申请她也是就是很困难 然后就是 也是她要通过总监 然后再沟通财务 才能给我发工资 很难办 为什么没有想着 钱都不给我 我还要为你去卖命 我凭什么 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就 承诺一定会发工资 公司怎么跟你们承诺的 10月份的时候 董事长副总嘛 就开了全员大会 说是承诺 12月15号一定发工资 而且还要拉4个亿出来 作为奖励 我就挺相信的 后面也是12月15号 没有兑现承诺 然后又开了一次员工大会 然后就给员工道歉 就说到元旦节吧 元旦节一定会发 到元旦节又发不了 发不了又开一次员工大会 回各个部门 跟领导商量怎么怎么弄 后来到回各个部门以后 又说是到 过春节的时候 一定让你们带钱回去 过个好春节 结果到春节的时候 又没有发钱 然后很多肯定情绪都不好了 因为回去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 所以就一人 每个员工发了3000块钱 也算是工资 所以是来安慰我们 这也是最后一次发钱 所以后来咱们还在上班 过了年 我们是2月2号就开工了 因为疫情 我们就都在家办公 当时的时候 我也是跟我们部门领导说 如果不发工资的话 我就不干了 他说到5月份之前 肯定一定会发工资 一直这样子承诺 一次一次的 有没有说过 你们要是暂时 现在不干的话 那之前的工资 我们也就不给你了 再次的话工资会优先发 离职了的话 工资肯定就没有时间的 就更是157 没多一个时间截止日期了 对 我们也是一直在判 每一次的承诺都泡汤 然后让我们挺 就是寒心的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二位被欠的工资薪水 大概有多少 有算过吗 马景 我的大概就有 两万三左右吧 我的应该大约是 四万到五万之间 因为有加班费 我也不知道 这该怎么算 加班费 自己都有点心虚 觉得工资都出不来 加班费估计 更是没什么指望了 对 据说这是一家大公司 是不是 有很多分公司 遍布全国各地 只有北京这样吗 全部都是这样的 欠薪的现象很普遍 是不是 对 基本上每个员工都欠 好 我们听一下来的 江苏徐州一位同事 他的遭遇 我这边是江苏徐州 分公司的 2019年的9月份 到现在都没有开工资 两万六七了 全国是有多少 这个管家帮的分公司 原来大概有 140多家左右吧 后来陆续的 就是有不少 就是分公司关掉了 很多城市都是欠费的 那分公司的话 你们都属于总公司管辖吗 是的 他每次打工资的时候 他会显示 因为咱们都是要养家糊口的嘛 然后再加上这个 那么长时间没有开工资 我们主要想就是能公司能尽快解决我们的工资问题 这是一个遍布全国的集体的欠薪事件了 所以想问一下二位 有长生公司老总去协商过吗 我有尝试过去给副总说了 副总裁 他说工资的事情我管不了 我说管不了 那你让我去找谁 他也没回我信息 第二天我就去公司了 正好那个董事长在 他在给他们高层领导开会 然后我就在外边等 等到中午一点钟 他们上了会 然后副总出来了 然后我就跟副总说 我是招工部的马会方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想问问看什么时候呢 给我发工资 然后他说年前给你发了吗 我说十月份的工资给我发过 但是那是吹款 吹回来给我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后来他说 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 你还在闹 你还怎么样 然后他说 你想逼死我 逼死我 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就这样子 后来隔了几天 高总就约我去公司 他说你那天来的时候 你也不会看火候 正好我们就在说 筹钱的问题 你看你正好装在枪口上 当时这位总裁 可能正好是脾气不太好 情绪不太高的时候 被马姐碰到了 小月呢 尝试过协商吗 尝试过 就是我钉钉上就告诉他 我说我要 就是需要拿到我的工资 然后找到下一份工作 然后他告诉我说 非非真的就解决不了 然后我再说什么 他也就不理我了 一开始是对企业 实习期间 对这个企业还是比较信任的 但是到了后期 公司的好多人都在离职 陆陆续地离职 当时我心里也比较慌 就是我也想就去离职 但是我离了职 我折磨 就怎么样才能把工资要回来 这是个未知数 据求助人所述 由于公司迟迟不发工资 相关负责人 找各种理由搪塞 他们才逐渐 对自己百般信任的公司 产生怀疑 那么当初 管家帮公司 究竟以什么 吸引了像马慧芳 和岳飞飞这样的求职者 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 又是怎样的呢 管家帮它主要是 给很多家庭提供 就是家政服务呀 像小事工呀 越少越儿少啊这些 其实这样的公司并不少见 那您二位的工作具体是 我是属于就是 那个财务部门 也属于那个结算专员 就是从事一些卡券 然后一些 负责一些合同的审核 给谁用的卡和券 客户或者是阿姨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券在线上 就是买一些东西 这些都可以用于抵消 就是那些实际花来的钱 我的工作就是 主要是招工 就是招一些阿姨 对对 到这先培训 上课 学好以后 再从这毕业 去一些家庭去工作 比如说我是一个阿姨 我想应聘这个工作 来咱们的管家帮 我先报名之后 上课怎么上 我要交学费吗 必须得交学费 大概是多少 最低是2680块钱 学多久呢 七天到十天 学好以后就可以 安排你上港 上家庭服务 然后我的工资也是 公司管家帮每月给我发 对对 所以看起来 这还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商业模式 我从这个前端培训 到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商城的一个维护 再到之后 我们到客户家庭的 这种服务 看起来挺棒的一个模式 为什么如今连工资都不好发呢 那真的在前方进行服务 那些阿姨们 她们的工资有保障吗 阿姨的工资也都拿不到 现在有一个群 阿姨群嘛 也有几百人 不知道这个工资 怎么样去讨 怎么去要 现在家政公司的模式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呢 是聘任制 那聘任制就像怎么样 就是家政公司 和我们家政服务员之间 签定的是劳动合同 那么说呢 家政服务员 根据家政公司的安排 到每个雇主家里面 去进行工作 阿姨的这个合同 跟二位签的是一样的吗 阿姨没有合同 他们只是 就是在雇主家服务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 家义禀方签的三方协议 那目前根据您说的 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我更愿意认为 就是第二种方式 其实就是中介制 这个雇主呢 把这个钱 一下交到公司了 然后公司呢 在以劳务合同的形式 每个月向这个 家政服务员进行发放 应该是 可能把雇主交给他的钱 拿去做了别的投资 然后可能导致这样的 这是一个猜测 管家帮这个公司 给我直观上的感觉 它的管理是非常松散的 因为它是第三方平台 就是雇主相信他 保姆阿姨也相信他 才能促成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他最起码就没有做到 基本的诚信 公司屡次承诺 我要给你发工资 那这个承诺一次 两次不对线 一直不对线 它这就是一个赖了 关于管家帮欠信的问题 政府部门没有缺位 在今年的1月20号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市商务局 市政法委 以及市场监管局 四个部门 协同长阳区和石井山区的 相关责任人员 约谈了管家帮 要求管家帮 直面问题 抽策资金 然后解决欠期的问题 可以说政府的监管 一直是在持续的 管家帮 它是同时一个 家政服务行业的一家公司 口碑 有可能成为一家企业的亮点 也有可能会成为 你的一个创伤口 没有了诚信 消费者如何放心地 让你管家呀 不遵守诚信 又有谁敢为你去工作 如果没有了诚信 那恐怕 不管你模式再精密 最后的那个 实在的那个核心点 还是立不住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公司的情况 北京管家帮 家庭服务有一个公司 法定代表人呢 是这位副总副先生 注册资本是 一千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是2018年的6月22号 你们就是和他签的合同 是不是 对 我是一门天地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是另外一个公司 但是他们是一个老板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一门天地 他们的公司情况 我们查到呢 确实啊 法定代表人呢 是傅先生 注册资本更高一些 六千六百多万元 成立于2004年的9月 马姐和小月的签的不同的公司 其实马姐的公司呢 是这个小月公司 下面的一个子公司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一门天地呢 是这个北京管家帮 这个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的 这个股东 据了解 2006年 北京一门天地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了管家帮品牌 2018年 其子公司 北京管家帮 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而求助人马慧芳和岳飞飞 他们二人 虽然签订的 劳动合同主体不一致 但都服务于管家帮 这个品牌 这俩公司 他们的法定代表人呢 是一个人 都是这位傅先生 对 一个老板 不过我们也看到 一门天地 他们的开庭公告 截至目前有65起 法律诉讼 34起 法员公告6个 被执行人15个 行政处罚5次 股权出制26次 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他的这个 这些记录是不是很好 那么他的执行 也是一个问题 明白 想问一下我们三位律师 到此刻为止 两家公司 他们在法律上 有哪些法律责任 需要承担呢 第一个责任 是民事责任 根据劳动法 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他要足额 及时支付工资 现在没有支付 第二个责任 劳动部门 在接到你们的投诉之后 会责令他支付工资 如果不支付 那么预期之后 他要承担 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一百以下的 叫赔偿金 第三呢 他还可能面临着 刑事责任 可能涉嫌 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 我再稍微补充一点 其实你们现在 劳动关系 并没有和公司 进行这个宗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可以向公司 发出 写出劳动通缩书 那么原因 就是因为被迁信 那这个时候呢 公司应当根据 你们在公司 服务期限的长短 那么向你们支付 经济不偿金 这一块呢 就是这是你们的权利 所以说二位听到了 不光是拿到工资 还有一笔赔偿金 有机会拿到 不过 问题的关键在于 哪怕在法律上 在情理上 咱们都战里都赢了 可钱拿不到 该怎么办 换句话说 此刻 公司的情况 是怎样的 我们来听一个 前方的线索 来看一看 这公司 之前一段时间 他们的一些运作的 想法和情况 18年10月份 然后公司说要上市嘛 然后跟我们来签订 这份这个入股协议 当时它这个股份 是按照22块5亿股 然后我这边是买了 2000股 一共是4万5 也承诺了 19年是要上市的 但是没想到 到年后嘛 直接就崩盘了 那所谓崩盘是什么意思 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 现在不太好吗 对 跟我们讲 这个马上这笔 有个两三个亿 东西要进来 但实际上 从9月份开始吧 就一直在讲这个话题 这是一位 员工的电话采访录音 他告诉我们 之前公司啊 一度想过要上市 还向员工们 出售过股权 二位有听说过 这个消息吗 我没有 我因为是基层员工嘛 根本就涉及不到 就那一块 他们要买那个的话 应该是 就比如说经历以上的 他们才能涉及到 那一块股权 分红的那一块 好的 这个公司想用出售股权 算是一个好事 是一种福利吗 上市是一个双刃剑 得辩证来看 它的本意是为了 聚集高管的凝聚力 进行一个激励 有可能是出于一番的好意 如果说一旦上市成功 这个获得的收益 应该是比较可观 但是就这个公司 目前来看的话呢 经过这些个诉讼啊 这些执行信息 包括所受的这个行政处罚 无论是哪个板块上市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一个公司的发展 它首先把自己要打造好 在这种自身能力 内供不足的情况之下 它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 融资上市来解决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种投机主义 管家帮无论你是什么样的 这个这个宏图大志 你要把你自己的小日子先过好 你能够有盈利的模式 持续盈利 然后去上市去融资 所以不是说 你上市是去解决资金链条的 对于马女士跟这个岳飞飞来说 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 可能是一个好事情 反而是逃过了一劫 据知情员工讲述 作为管家帮高管的他 当时享受了母公司 北京一蒙天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前认购股份的福利 但没想到公司并未融资成功 截至2020年5月 该公司也还未上市 那么此次的融资失败 与大面积倩薪是否有所关联 而目前这两家公司的资金情况 究竟是怎样的 对于倩薪 他们公司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和打算呢 想问一下二位都是在我们北京这边的办公区在工作 是不是 对 我是入职的时候就在朝阳区万象新天一区的那个院里边吧 小月呢 我是19年10月以前 然后在那个石井三万商大厦工作 然后11月24号 然后他就搬到了长阳区就现在的地址 搬到一块去了 对 好 你们有多久没有回到你们的办公区去看过了 我是从1月20号放假一直到目前去过一次 没人好像也是都说是疫情也帮了管家帮忙 因为他就拿这个疫情做幌子 就一直大门不敢开 园区很安静 对 那此刻到底什么情况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律师调查视频 来 多请黄雄律师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调查律师黄雄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万象新天家园朝阳品质店 在品质店的大楼外 能清晰地看到大楼墙面上的管家帮三个大阵 从值班工作人员处得知 管家帮还没有正式复工 因此无法进入园区内 随后我们拨通了管家帮公司 董事长傅某的电话 傅某表示 因资金问题确实存在拖欠员工薪资的情况 他还承诺 在资金能够保障的情况下 会转手解决该问题 现在都常常上班 我们下周陆续地就给大家 给大家就发了 那就是确实欠的有这些员工的薪酬 是从去年就开始欠的是吧 我们去年又转变了一些模式 也出现了一些推出的问题 对六月份吧 入区的就入区的给大家 给大家就发了 当我们再次确认 是否能在六月有资金保障时 傅某让我们与 负责人事工作的甲某联系 那年前确实有一天这样的情况 因为去年银行处在 融资没有到位这样的情况 出现了一些压力 因为前几次你们都欠了 也承诺发 但是六月份这个一定能发嘛 你刚才说有资金压力 现在你们资金缓过来了吗 这个我是管能的啊 我发应会是啥吧 那就是你这个是推脱还是什么呀 总而言之 管家帮这是是否能够 真正解决员工的薪资 目前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看到依然这是一个问号 应该说这位副总 在跟我们采访时呢 态度还是比较的鲜明的 也是比较的和蔼的 也很诚实 说的确我们欠钱了 是因为之前 我们的一些战略的方向 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再调整再追上 因为疫情没有复工 又给我们这个公司 一些拖延的机会了 通过事后求证 直到2020年7月1日 管家帮也还未解决 员工薪资问题 现在的话 你们就是收到工资了吗 或者说他们有什么说法吗 没有 就是我们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跟我们说没钱 然后给不了我们 就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这次又在忽悠我们 就反正我们是不信他们了 我在这里并不想为管家帮说话 我想为那些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确实经营遇到了困难的 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说话 确实真正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 他们需要和职工一起来共度难关 那么双方通过调解协商 能让这个企业存活下去 劳动者还愿意 劳动者还愿意再为这个企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企业今后发展好了 能够把我的工资补回来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那么管家帮是什么情况 他应该自我来审查 自己确实是有困难 无法支付工资 那这个时候要跟职工进行协商 而不是让职工去签一份 放弃自己维权权利的协议 那么如果要是他有能力支付 而想尽各种方法不支付 那么谁也不能替他说好话 确实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很突然 企业需要帮助 员工需要同桌共计 但政府也没有缺位 可以看到从税收 从贷款 我们在大力复制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 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一次特别的考验的 当然说回我们的本案当中 我们知道管家帮 似乎并不是因为 完全是因为疫情导致了 我们的潜心情况 之前就已经有过一些情况了 那么此刻傅先生看一看 您是做家人的员工 他们的困境吧 想问一问我们两位 大半年没发工资了 是不是都挺缺钱的 说实话 特别特别缺钱 后来实在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才想的要不就卖早餐 卖早餐后来我也去做过 没有没做好 后来我想的是卖卤味 就靠一些自己研究研发的一些东西 可能也做得不是特别好 每天晚上就睡不着 后来我就打电话 咨询专家 他就跟我一些说一些方法 就怎么样去把这个卤货做得更健康 味道更好 所以说就这样子我做起来 然后每天生意还是挺好的 没准这是一个转机 或许您可能更加适合 从这餐饮行业 小月就不太一样了 我知道小月是大学刚刚毕业 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不是 对 是第一份工作 当初是怎么就看到了 管家帮的工作岗位 怎么想拿来这工作呢 18年10月份校招 然后就是校招的一个主任 然后推荐了几位优秀的 然后推荐到这个企业 然后进行面试 当时跟我们说的也挺好 说公司将来要上市 福利待遇都很好 我也就相信了这些话 进入这家公司 实习期间在里边也学到了许多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老把我调换部门 也许是我做得不太好 或者是让我尝试 然后年前公司搬迁 也没有住的地方 然后就是跟一个同事的一个姐姐 在那个燕郊住了一处房子 那儿非常的远 早上六点地出门 然后是九点才上班 六点下班 然后就是马上还得回去再赶车 那我确实就是挺艰辛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工资就给要回来 不能让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是啊 在小片里面有提到 你是从农村考出来的 还有一些助学贷款需要还 对 贷了三年 没有我家里的钱 都是自己还的 真棒 已经顶天立地可以补党一面了 其实是不是也想着能够尽一份力 为家里去分担一些 对 不想让爸妈那么辛苦 想当家里做的更多一点 不想看见爸爸每天 那么朝气晚归的出去 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我不想让他太累了 我想就是赶回来要的工资 然后给他买一份保险 但是现在我们的努力工作 并没有换回应得的收入 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得有点 泪观影音满觉得感慨的 这个北京打拼不易 我们自己也是从外地来北京 只要你一直去努力 北京这个包容的城市 它会给你一个想要的回报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找工作 就是找一份 就是比这份工作稍微好一点吧 然后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 在北京先站出脚 然后再帮助家里边 好 我想说小月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年轻人 刚才我问她 第一份工作 她讲了很多她的收获 哪怕是如今这样一个局面 她还是心怀感恩 她是以收获的视角 以感恩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 她希望努力挣钱 能够给自己的父亲母亲 更好的生活环境 能够为家里去尽一分力 分担一些 但是此刻显然 我们的小月刚刚走出校门 她的第一份工作 就给她上了一课 这一刻的学费未免太贵了 不光是钱的问题 可能还会代表着一个年轻人 对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 但是还好 我觉得小月此刻心里 还是充满着阳光的 这是我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但我真的很担心 还有其他人 第一份工作 就此折挤的话 他们还会再改去应聘吗 他们该如何正视自我的价值 真的希望小月不要就此 降低我们的选择标准 我们本身是学习很棒的学生 是佼佼者 不能因为第一份工作的问题 导致我们之后降低标准 去迁就 去适应 好不好 为马姐的坚强点赞 为小月的笑心感动 我们也注意到了 管家帮她是因为 自己的经营遇到了困难 赚不到钱了 才导致现在的局面 但是呢 家政服务行业 它终归是一个服务行业 你的服务的口碑和经营 永远是你的生命地 你的商欲 你的名誉 是你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走出来的 你忍心让欠心这种 不道德 不合法的行为 使你的商欲去蒙屋吗 于情 于理 人家付出了劳动 换来的报酬 于法 法律规定 你就应当按时 按金额 给人家支付这种劳动报酬 所以说我也希望 跟管家帮说一句 你怎么能忍心 让跟你一块儿 共患难的兄弟姐妹 去失望呢 希望管家帮能够尽快地 协商解决这件事情 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示范 好的 谢谢 我真的希望 我们的公司可以办好办下去 因为我们有很多员工需要工作 很多家庭需要家政服务 但是如果我们的管家们 他们自己都管不好自个的家 怎么替千万家庭 带去温暖和幸福呢 当然 拿到钱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至少从今天开始 我们知道了 通过法律的武器和途径 来保护自己 所以想问一下 我们三位律师 结合到目前为止的情况 如果你们代理此案的话 你们可能会怎么做 请说一下你们的代理思路 我的代理思路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加大讨薪的力度 尽快提起仲裁 第二 针对劳动关系要诉讼 第三 如果还有恶意 抽套资金引令财政的行为 那么完全有必要提起刑事控告 我的这个思路呢 我是建议马女士和这个岳飞飞 以调解和协商为主 相互理解 这样可能会更快一点解决问题 同时我需要强调一点 将来马大姐可能会 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手艺 可能做好 你也会雇员工 我希望你能以今天的这个初衷 去理解你未来面对的员工 希望体调他们的不容易 我觉得我的代理思路 都是首先第一点 那么看你们的意愿 如果说你们不愿意 在公司去工作了 那么尽快地给公司发出 解除劳动核动通知 然后呢 按我们呢 就是相应地去走仲裁 或者相应的民事程序 另外呢 向相应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 去进行举报投诉 要求监察部门 责令公司限期支付工资 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公司有隐匿转移参与的行为 积极地去进行报案 好的 谢谢三位的精彩发言 都是很清晰也很详实 所以请三位思考一下 你们此刻的信心有几成 请按灯来表示给我们看 很高兴看到 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三位律师都是信心满满 准备好了 要帮助二位了 所以说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选一位来帮你们办理 完成这样公益代理 那么听一下我们的观察员 有什么想分享的 马大姐能够自己创业 再次地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 我觉得很佩服她 那我更多的话呢 是想跟岳飞飞说一说 我也经历过毕业之后 找工作这段经历 在签约前那些日子里 可能每天都是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的 心总是悬着的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 又拿不到工资 那肯定是这个斗志上 会受到影响 会受挫 但是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经历 等再过几年回头来看 你会觉得这段经历很宝贵 一个是不要在这个首次找工作受挫 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在今后的择业上 也可以放开思路 很温暖的一段分享 所以说小月呀 前途宽广 加油 而马姐呢 祝您可以再创辉煌 我们不放弃 坚持下去 谢谢 谢谢 所以说此刻 二位需要擦干眼泪 擦干泪水 我们做一个勇敢的选择 选一位律师 帮你们公益代理这一期案件 下面进入律师选择环节 请二位移步到舞台中央 请二位站在我们的奖杯前 面向主场律师 他们分别是张忠李律师 李学宁律师和周许亮律师 马回方 岳飞飞 请说出你们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是 张忠李律师 好的 有请张忠李律师 要求监察部门 责令公司限期支付工资 公司应当向你们支付 经济部长期 这是你们的权利 谢谢您 张忠李律师 谢谢 张律师 这是我们的公益代理律师的奖杯 请允许我颁发给您 我非常感谢两位能够信任我 选择我来带你们的案件 我觉得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共同商议思路 然后尽快地向公司去主张 来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 好 希望各位可以精诚合作 我们会继续关注本案的进展 好吗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再见 随机抽取 有关如何解决欠薪问题的观点 有36.4%的网民认为 仲裁可以解决欠薪问题 并且是最有效的方法 27.3%的网民认为 通过诉讼的方式 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 仅有7.3%的网民认为 可协商调解的方式 最为简单可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